位于竹山夏平台大植物园附近有一条街尾溪 两旁种有近600株的锤枝女针 原本在3月份开始花朵就会陆续开放 但今年由于受到去年冬季天气温暖的关系 导致花朵迟迟未开 截至目前除了零星的几棵树有开花之外 其余大多含苞待放 而公所也将在这个月的14日 在这里举办白色情人节的活动 沿着街尾溪旺曲 两旁各有一排锤枝女针树 原本在这个时节应该大量开花的锤枝女针 今年受到去年冬季天气太过温暖的关系 花旗受到影响 举至目前为止 除了零星几棵树有开花 其余大多数都是含苞待放 而政控所为了要推广当地观光 准备在这个月14号在街尾溪吊桥 举办白色情人节活动 希望届时这里的花朵能够顺开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竹山镇夏平里 种了一个垂直女针非常多的地方 垂直女针俗称三月雪 她在三月份的社会 展开很多白色的花朵 非常漂亮 现在我背后所看到的 就是垂直女针 含暴带饭的一个情况 那竹山镇公所在3月14号 也就是白色情人节时 有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白色情人节 浪漫三月雪的一个活动 希望说当天都希望有很多的好朋友 来共同来报名 不管你是老夫老妻 年轻的男女 或者是不是群女的话 都可以一对一对的来报名 共同享受 唐阳在这大自然中的 一个三月雪绽放的一个情况 让大家看看这个白色的三月雪 展望自来是这么一个漂亮的风景 住在附近的民众表示 以往垂直女针在这个时候 都已经大量盛开 犹如三月雪一般 但今年由于气候异常 可能会延迟开放 希望民众过些时间再过来欣赏 正常我们这个垂直女针 正常她都是现在三月的时候 都已经是已经很盛开的 全部整条都像三月雪一样 今年是因为天气异常 所以说变成说 这个一定差不多 以我们在地的经验来看 这个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的话 它就会变成像以往一样 开得很茂盛这样子 如果说有兴趣想要来观看的 一些民众们 可以差不多在一个月后 就可以来这个 我们夏评里在垂直女针这边 来看一下 来欣赏这边的美景这样子 那每年的三月呢 我都会来我们珠山这边 有名的景点 来看我们白色的世界 垂直女针 那今年呢 我也迫不及待的先来看一看这边 现在呢已经开始有 那个含苹带放的花苹 那在三月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白色情人节 那我就先来这边走一走 看一看享受这边的 带来春天的气息 让心情也感觉到蛮开心的 虽然今年花旷延迟 但只要花朵能够同时开放 民众一样可以欣赏到业力景色 尤其是在空气中淡淡的芳香味 漫步其中更能够体会春天的气息 垂直女针属于长绿灌木 蜜圆植物 在台湾 目前竹山下坪里 接底溪两旁的垂直女针 数量应该是最多 最集中的地方 记者陈云志 竹山镇采访报道